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有蓝 可以有绿 但是你只要理性讨论 没有所谓的对或错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 做事要紧绷 做人要轻松 做事我们就人人做去做 然后做人呢 其实不用说一定的蓝绿搞那么严肃 其实蓝绿又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子 抗中保胎晚上清中 到时候再讲 那委员 我知道委员你说四股蓝很厉害 还好我感到幸福 我都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面孙风走路有风 我是高雄修金工 现在又叫做三宅修金工 有什么三宅修金工 因为我们红山 要去一间超级大型的保育公司 叫做三宅 三井拉拉破商店百货公司 好我要跟听众朋友报告 我先讲第一个 就是说为什么我跟委员会认识 第一个 如果有认识 我就知道我婆婆以前是议员 那我婆婆以前议员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就稍微认识 徐智杰委员 委员是从代表开始做 对不对 代表几届 一届 代表一届 然后市长 议员 议员一届 市长也是一届 市长也一届 所以后来 就是先是合并之后 就当了两个月的区长辞职选立委 所以你做过区长 我丰山市末代市长 丰山区首届区长 然后你就选立委 立委几届 立委三届 现在要迈入第四届 但是有一个重点 我原来没有离开过丰山 对啊 我一直在丰山 丰山我最懂你 丰山我最懂你 是啊真的 可是做这样 我要老实讲 就是说第一个 当然我跟委员市一下有认识 所以今天非常有这个荣幸 可以邀请委员到节目 但是第二个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 我是有看到凤山的改变 是的 因为以前我 你看嘛 我是台北人 我嫁到大辽陵远 然后我嫁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辽 真的是比较传统的地方 那如果我要买东西 我就跑来凤山 因为凤山其实 基本上有街市 对 有很多很多热闹的地方 甚至还有夜市等等的 是的 但是渐渐渐渐的我发现 诶 凤山怎么开始有建设了 最明显的 就是魏武营 委员你还不要告诉我们 你过去是怎么样规划 凤山的建设 因为我个人觉得 一个区跟一个地区的发展 其实 他的父母观很重要 是的 那我局来讲 比如说 像台中 我就觉得当时胡志强市长 胡志强市长他有 一个美学的观念去贯彻台中 所以台中整个街道 其实是有建设的 那我回到凤山 我觉得凤山 第一个是新旧并进 跟兼容的一个地方 有很传统的地方 但是有很先进的 而且凤山现在人口 拼命在成长 他包括说很多很多的建设 也拼命在发展 委员你要不要告诉大家 你过去为凤山做些什么 还有你目前在推动些什么 那他讲很久 对啊 可是大家听不懂 你像我感觉一样 凤山有在改变 当然 我讲简单一点 凤山是个年轻化的历史文化城 年轻化的历史文化城 从历史文化城来看 高雄市现在38个区 只有两个区 可以叫做城 就是左沿城 跟凤山城 是 所以高雄市有两个城隍 一有一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左营有个城隍也没有 在凤山也有个城隍也没有 那从 本来凤山县的县制所在记在左营 那经过林爽文事件之后 1788年 从左营厂迁到凤山厂 那凤山县的县制就在我们凤山 那一直到现在 所以从历史文化城的角度来看 凤山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东西南北门 这些地理 然后跟我们 现在还有留着蓝门 那另外你看我们这次凤山车站的改造 就是做的有那个城墙的那个意象 所以这个就是历史文化城的一个展现 其实凤山车站我觉得还有包括包括草工具 对 整个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未来有逐步规划出来的话 虽然我觉得动作有一点点慢 不过真的有在有在改变 其实改变有时候他都有很多的因缘机会 是 我从凤山西的改变其实就开始 跟凤山接触的更深入 然后要求的更多 那也看到凤山有逐渐的长组的在进步 是 首先最早是还是我当议员 不是当市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 谢长田当高雄市长整治前振河 然后呢前振河跟凤山系中间 他用一个高工结合的再把它扎起来 然后他就整治前振河这边 后来他整治OK以后 他就跟前振小港的居民说 诶我们前振河已经整治好了 你们可以把窗户打开了 要不然以前是恶臭 恶臭无比 对 他打开以后就整治好了 那其实这边就是我们凤山的五甲 是 所以那时候正好杨秋新当县长的时候 我当县议员 那时候就跟县长执行 我说县长 高雄市长这么讲 我们凤山五甲的人听起来很难过 他们这边前振小港要把窗户打开了 但是我们五甲的人要把窗户关起来 因为更臭 那边围起来堵起来 是 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启了我们整治凤山西的开端 哦 所以是从当时杨秋新县长跟县长林市长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当时就 县政府就跟黄宝有数申请 先做清淤的工作 那边原本以前好像是很多垃圾 是不是还有周遭 凤山西 周遭是还有一些工厂 那个 那个其实品格厂还 现在还没有完全处理掉 是 还有少数在偷牌 对 因为我一个另外一个议员好同事 是以前你的对手叫李亚靖 他常常晚上 我跟他会开直播 去抓那个偷牌 这个 偷牌的部分这是另外在谈 本来这个部分 他们应该都已经把污水设备做好了 对 不做了我们就要求牵场 对 不做就要求牵场 是 就是有做 又偷牌 那个其实我们真的很生气 是 用那个埋那个案管 哦 对 常常有这种不肖业者 这个真的是很不肖 我希望说业者真的要致力 我凤山西 就是 等我全部都整治完了之后 这偷牌 那就更 更很明显 就会马上被抓到 我们现在其实还有一部分 凤山西整治从清淤 然后到整个污水处理 那污水处理 那污水处理我们一开始 整治的最前端 就是从大牌 中牌 先把它截流到污水处理厂 哦 然后污水处理厂之后 所以我凤山西所有的大牌 中牌都已经先处理好了 是 那现在还有小牌 那小牌 那小牌因为是全 整个凤山市的 凤山的 那要全部接管完毕 接管完毕 接管完毕之后 所有的污水 现在没有接到 还是都排到凤山西 是 所以 等我全部都处理完了 现在大概接管到了 六七十八 因为污厚工 每一家家 哎呀一家家戶戶戶 要做污厚接管 其实也是一个浩大工程 对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都在做 只是很多 市民可能你看不见 但是 但是我们这些事情 从以前 我当市长到现在 我们一直在追踪 一直在处理 一直在一里一里 慢慢的完成 而且其实污水处理 我个人自己觉得 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 你光是节流 然后尤其是污厚沟 光是要跟民众沟通 是的 因为有些污厚沟的意思就是 房子 常常民众后面有水沟 那是私人的 但是如果我要买管的话 有时候就是要卡住 对不对 卡住第一个遇到什么 空衣啊 有什么卡卡住 我卡卡住 对不对 所以光是这个真的很辛苦 所以这个其实最辛苦的是里长 我实际上跟所有里长很辛苦 他会帮忙沟通 当然有一些没办法的 我们跟里长跟水利局 需要我们协助了 我们就尽量协助 所以整个凤山系的整治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实际上跟我凤山市民 跟他们提说 你静下来想一想 这十几二十年来 凤山有没有改变 嗯 我相信大家都会点头 对 真的变很多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你一想那个曹公俊 对 曹公俊以前 上面都是维建 都是臭水沟 是 那 而且民众的管子 我印象深刻就是 管子就伸出来 直接流下去 对 所以曹公俊 大家现在可以去四周围看一下 嗯 从 杨县长时代到陈菊时代 到齐麦时代 事实上 我当凤山市长是在 那个杨秋心的时代一起 那时候 就是我说从议员开始 我们就开启了整治凤山西的开端嘛 那再来整个就包括曹公俊 是 那曹公俊 那时候在杨县长时代 我们处理了一二三四旗 然后再来 菊姐时代又处理了五六旗 啊 那所以就说整个曹公俊 那是以前凤山的护城河 嗯 所以我就说历史文化厂 把它年轻化 那以前的臭水沟 把它变成干净的一个河流散布的空间 是 所以整个曹公俊跟凤山系的整治 大概在我当凤山市长那一段时间 跟杨县长 那时候应该我们那时候是最开始做的 最多的一部分 整个环境跟绿美化 我觉得也让凤山的 整个生活体质有提升 所以 这是在基础建设的部分 这点我 我是不能否认啦 就是委员对 对这个地区的认真投入 那第二点我就谈经济发展 委员刚才有讲 这点是我个人很开心的一件事 其实我想 我简单的把它讲 好 因为我们凤山真的变很多 太多 对 你从曹公俊凤山系的整治之外 那再来你看 我们在整治的时候 凤山车站那时候铁路地下化 对 铁路地下化我们打通人都两脉 整个我们的施工所旁边的那个 金武路桥 县制府旁边 现在的市府 丰山行政区旁边的 志强路桥 包括我们丰山千年路地下道 这是因为铁路地下化 这是凤山一个很大的工程 这整个铁路地下化之后 你看这些桥通通拆掉了 对 打通人都两脉一千 我们的市民代表跟我说 市长啊 我会桥头要洗头 我现在不用洗头啊 因为它已经地下化了 两边都是 所以整个他畅通 所以我们你看整个凤山车站的改造 我们明年 要 开始明年底 可能会正式启用 是 启用之后跟各位报告 全台湾第一个有电影院的火车站 在我们凤山车站 是 它那个是综合商商业大门 对对对对 那看来有一些青川基地啦 有一些 那个上面还有一个婚宴厅啊 那底下还有一些 就是购物跟饮食的中心嘛 这个都会有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从凤山车站 一直到左营车站 中间这些铁路怎么办 如果你把它通通铁轨拆掉 把土地通通卖出去 然后又通通盖了一些房子 很可惜 所以你看我那个时候 我们跟坤泽立委一直都在交通委员会 我们那时候说这整个 铁路地下化的铁轨拆掉之后 我们全部要保留 变成绿地 你看一个多好的 其实我们明日代表做的就是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孙的生活空间更好 所以这里有十几公里的路 大概有七十公顷的土地 我们全部把它留下来做公园绿岛 绿岛的绿岛道 所以你看你住在 以前住在火车站旁边的 你想一想 这整个沿线 以前是叭门还要插死 走走走走 现在是你在外面这个地方 哇 真好散步的空间 就变成一个有绿带 有绿地的生活 对 所以你看这个是 凤山车站 我们其实朝公 黄埔 尾布尔 红山 文化第一名 大家当天来打拼 每天都要拼到整三名 你看说来四季 他很高利 所以头前凤山车站 折公 黄埔 尾布尔 黄埔 我跟各位报告 黄埔新春本来在 先生变之前要被拆掉 要被拆掉 本来规划要被拆掉 那我后来知道了以后 我就把它留下来 我们跟国防部跟文化局沟通 我会等公秦大声 如果没有许致解 黄埔可能被拆掉了 有 所以 我知道 因为我有朋友在那边 所以 那委员是民进党的 可是那边其实 基本上国民党比较多 不过大家还是很感谢委员 这点我知道 这真的是我留下来的 那朝鸽黄埔尾布尔 尾布尔 其实尾布尔 尾布尔第一个开始核定 它这个是艺术文化中心的 是 是在陈水扁时代 这么久 好久以前了 那他 当时来 开始宣布 核定说 这里要做 卫武员公演的时候 是在游戏困院长的时代 那更久 那当时就是陈水扁 陈水扁当总统 尤其当行政院长 那当时我还是高雄县议员的时代 你还是县议员那时候就核定了 核定要做卫武员公演 所以 这都是历史 那 这十几年来 我当 市长议员 其实我当 市长说 那个时候 都还在筹备处 还没动工 后来就是 开始 卫武员艺术文化中心 开始盖 这段时间 大部分都是马英九 当总统的时代 是 那我们就是要求品质 如期如指 要跟大家报告 魏武员是全世界最大的 单一屋顶的综合表演剧场 非常的漂亮 是台湾设备最好的音乐厅 比两厅院都还要好 是 所以魏武员其实对风扇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 所以我说超公 黄埔 魏武员 红山文化第一名 大家当地来打拼 每个人都要拼到整三名 是 好 那再来 现在最近的 要跟各位报告就是 我们 为什么叫山景小清单 对 我就很期待这个建设 高雄市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自豪的 而且很有成就感就是 曾经外招商台积电 对高雄有帮助 许智杰招商山景百货公司 对高雄对凤山都有帮助 当时大家都在想说 到底是谁会来这一块土地上 这块地 说实在真的 如果没有许智杰 现在有可能再在搜狗 我知道他之前好像还有人说 想要把他处分掉等等的问题 你说的是 国泰路以南还以北 因为这个 这两块地还是有点差别 是 文宏山我比较少 这边这 其实如果没有 那当时 一开始台湯 就是已经跟重化公司告了一次 告了十几年 那大概是三四年前 四年前 他原本是台糖的地 对不对 就是在我们议会 议会的 他有台糖有民间 那个台糖是大部分 大双 然后重化是这样 重化之后就是土地分配的问题 那土地分配 那就是重化公司 他们有一些底费 就是当时的工程费用 那跟底费地 这个有点复杂 那我就不说那么细 但是他们就是 要底费地的到底多少 到底怎么分 就是意见不一样 所以就进法院 就因为告了十几年 大概四年前吧 告了十几年 所以委员那时候你是 从我当 也是从我当议员师的那时候 议员的师 所以当议员 其实奠定很多凤山的发展 如果你依照你现在这样 没有 这首歌是思念的 这不是我努力的 没有 好好好 这个不是我的功能 我们不能抢 没有 可是你看从凤山西等等 对对对 凤山西市 凤山西市 那 卫武营这一块地 就是那个时候也是重画 重画以后 这是台腾跟公司私人的事情 是 也不算是市府跟县府的事 那是这块地 当然我们都寄以厚望 还有一次 还有十几年 结果已经买了四年前 台腾又要落在那里收购了 那时候一想 不对啊 我再让你告一次 你给我告一次十几年 你再告第二次 再告一次十几年 再告一次十几年 那种凤山的发展 真的是被你挡住了 是 所以我后来很生气 我就跟台腾说 你们为什么要进法院告 因为你们可以不做事 放进去最轻松 等结果 但是 你如果用仲裁的 仲裁有法律效率 有专家学者 那你进入仲裁委员会 你们去协调嘛 那只要仲裁 你要听那个 专家学者的意见 那理清一个 比较公正公道的一个做法 那也许你们互相退一步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可以进法院 被查 他就是有法律效率 你们为什么不这么做 就尽数的解决这个争议 你看啊 后来处理 大概两年处理好了 仲裁只需要两年 相告十几年 而且一告 其实就拖累了凤山的发展 对所以 如果当时我没有很生气的 要求他们 你们不要这么懒惰 你要认真把他完场 现在还在告 所以至少我告完了以后 不是我告完以后 他们停止 他们两个互相 互相去 提告之后 那后来 两年左右仲裁完场 今天 后来我听到三井要来 南台湾投资 我就赶快去找 去报告他们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因为对凤山外的建设 三井outlet 是我最期待 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雨萱正轻松 我怎么听到有人要卖掉啊 那时候说有人想要去把它买起来 怎样 那一块 你要看你是指三井这一块啊 对啊 三井这一块是台糖的 台糖占百分之九七 大概有九十八九十 我是知道有产权争议 那时候听说 那时候卖的是 那私人土地都可以卖 台糖不会这样卖 好 来 哈啰欢迎回到雨萱正轻松 我今天难得的蓝绿和 和在一起呢 就是要访问我们 凤山区的立委许志杰 谢谢雨萱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其实非常高兴 为什么我 其实我很喜欢访问一些 比我支撑的政治人物 因为我可以透过他们 对于政策的那个热情跟理念 委员刚才讲说 他对凤山的发展 我不是 不是自己剖 我也没必要剖 他的眼睛其实上发着光芒 他就一直回忆到说 当时他怎么帮凤山西啊 曹公俊整治啊 黄埔新村的保留等等的 接下来其实凤山未来 会有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除了有 很艺文 有绿地 像卫武营的那个公园 非常漂亮 之前灯会在那边办 其实我 我爸爸妈妈下来 高雄玩的时候 就说 哦没有想到高雄的 以前的尾部娘 现在变得这么漂亮 是 甚至还有那个湖在里面这样 那另外一个 比较让凤山人万众期待的 甚至 我觉得是会未来变成 让凤山的商业行为 整个蓬勃发展 就是三井奥类 是的 可是三井奥类 到底怎么来 诶 招商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卡一通电话 公一来就来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三井奥类怎么来 所以 这个其实我是蛮有成就感的 是 因为一般的公共建设 有可能 凤山指定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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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社会议员 大家都关注 你说 这些功劳 我一个人独揽 我不敢独揽 因为这些很多人一起努力 那 三井 应该是我占了 百分之七八十的功劳 是 啊当然 二三十 不要说分几% 就是有一部分是我 另外一部分 我会谢谢齐迈 那这个源头是这样 就是说 我刚在前面所提到 如果我没有去阻挡这块土地 啊 用 去法院 然后又给我拖十年 让他们变成仲裁 两年完产 现在 现在又在收割 就是这块土地有产权 根本就没有机会 没有办法发展 你没有机会 那 还好 就是说他们也用仲裁的 也去法院报备 也有法律效力 是 很好 这块土地就很处理好了 是 除了之后 就是 没多久 我听说山井 要来南台湾投资 我就听到 我就说 哎哟这个好事 我这块土地已经主要 如果能来这里最好 是 所以我就找朋友 帮我约山井公司的董事长 可是他是日本人不是吗 还是那时候在台湾 日本人 因为林口山井那时候 那时候就很热闹 对对对 他日本人要去台湾 所以你听到消息 你主动去跟他接洽 对对 我就先主动约他 哦 然后我就说 哎我们这块土地很好 哦 那其实他南台湾他也已经有做了功课 他们日本人也真的是蛮细心的 是 他已经有把几个点都找出来了 哦 包括台南 然后包括高雄有好几个点 是 然后他们都找好了 他都在思考当中 那这里也是他的思考的点 其中之一 但是他就很明显跟我说 这一个地方土地太贵 他们可能不会来这里 哦 因为毕竟那个地方 第一个交通方便 对 又会有云附近对不对 对 当然了 金玛帝呢 对啊就是因为金玛帝 所以他就说金玛帝很多好家 但是很大的购物就是土地贵 成本太高 成本高 所以他们可能 一开始没有考虑要来我们这块地 是 后来当然我就跟他分析了很多优缺点 你看我们捷运黄线 然后这跟局限有相交 然后高速公路出入口 你看大齐美地区 他们那些没有捷运的地方 一定都靠高速公路嘛 那很多的优缺点 我们就分析了很多 那当然还有一些部分 我要谢谢齐麦 就是说 因为这块土地 比如说他山景说 我不需要容积力 我需要减臂力 我需要减臂力 有我们意外有针对这个 那不像shopping mall 我以前的证件是说 我要卫尾营艺术文化中心完成之后 我还要再为这个地方争取一间shopping mall 那后来就是shopping mall 找到山景 山景说我们叫做shopping park 不叫做shopping mall 它是有点类似园区的那个概念 对它是类似公园 shopping mall shopping是买东西 mall就是大楼 shopping park是shopping是买东西 park就是公行 我在里面买东西就像在逛公园一样 是 所以你看那个格局就不一样 但是说我们是park 所以我们不需要高 我们不需要容积力 我们希望我是减臂力 所以我就拜托市长就说 我可不可以把容积力降低 把减臂力提高 反正他们工程有他们合法的角度 但是这是山景的需要 那我们用这个角度 就是说减臂力增加 降低容积力 是 那对这块土地的利用 我们就可以有更大的弹性 所以 这个部分也要谢谢其迈 所以就说 有很多 我克服很多困难 那 山顾毛鲁董事长 所以 后来就 拜托他们 然后又分析很多 后来他们就决定 在凤山这边设 山景 Lalaport 商店百货公司 shopping park 那委员大概预计什么时候会有 今年六月已经动工了 是 三年之内会完成 三年之内会完成 所以在2026年 是 2026年六月左右前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山景的落成 是 那我想 你去全世界的大城市 你会如果听到当地有Lalaport 有Outlet 我相信你都会去看看 尤其是女生 对 都会去看看 是 而且离我们议会很近 对 这全世界的人来到高雄 全台湾的人来到高雄 保证会来凤山 交通方便 捷运出入口 旁边又有魏武营的绿地可以走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 一个很美丽的shopping的收集 所以将来这里就不只是 山景一个考量 也不只是艺术观中心的考量 这要整片考量 是 所以我现在经常在讲 高雄有北城 是台积电 陈其脉招商进来 但是他又连接 桥头科 陆竹科 台南科 整个就是 半导体高科技廊带 高科技座 是 那就是高雄北城 高雄南城 在亚洲新湾区 现在有5G AROT 智慧城市基地 那这里 会变成一个高雄南城 是 包括很多那个SMO 很多那个高科技产业 都 我们现在还有 软体第二科学院区 对 现在都在这边设计 规划 所以这里会变成高雄南城 那高雄中城就是 凤山维维 它变成高雄中城的概念 那高雄中城的概念 那高雄中城的概念 我刚刚雨昕讲的 这是我把它串联起来 它在高雄市议会的后面 对不对 对 那这一片呢 就是山前 它光是土地 盖了6300坪 两个五 这间包围公司有多少 土地就蓋了两个五 真的很大 很大 而且蓋起来 如果有六战老师做包围公司 那有土吗 有 所以这就是超级大型百货公司 然后呢 它这个百货公司 连接市议会 对不对 那对面这里是 魏武营艺术化中心 其实我刚提过 就是全世界最大 丹利物顶圈 台湾最 设备最好的音乐厅 那之后又有 魏武营工营47公顷 对 那这两个地方要不要串联起来 所以 这个也要谢谢 齐麦跟林青龙副市长 我跟他说你捷运红线从这里过嘛 那我这边 我要从地下土地把它连接起来 他们已经有预留了 将来你从这边走到这边 不用跨过国泰路 那么大的大马路也危险了 对 从地底下把它坐过去 所以当时三井我也是跟他说 这个东西我们捷运 我们都已经沟通好了 市府也真的很配合 让我们两地可以串街 所以你将来 不是只有你三井这边 包括你看全台湾很多 全世界高级的音乐的 歌剧的表演 在我们魏武营 跟你三井是不是又可以互相互应 是 所以我把整个连接起来 叫做歌用中山 红山魏武营 所以未来 我觉得会变成 放在最繁荣的一个地方 不只是放在 最精华 整个高雄 非常繁荣的一个 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 我好羡慕 我们大聊 我也希望有这样子的发展 我们捷运在那边 委员什么时候可以去帮我们看一下 我听说有看过我们那边 三井有看过我们那边 我听书 细节我不晓得 不过 不过我还是 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今天花那么多时间 让委员去讲 第一个 这是他曾经做过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 我真的有看到凤山在改变 那 这是委员的建设嘛 那毕竟你从政25年 那今天难得 捕获野生徐志杰 总是要 总是要问一些 比较有政治性的问题 我刚才最后再补充一个 好 这不只是凤山的大事 这是高雄的大事 是 为什么我会说高雄北城 中城南城 它绝对不是只有凤山人在用 大聊就在凤山的隔壁 对 很容易就可以使用 我们要做捷运 对 所以整个高雄市 其实这样 我就说你去世界大城市 你看到Lalaport 我看到OLED你会过去 所以它是属于整个城市的 对 也属于我们大聊的 好 谢谢 感谢委员啦 不过真的真的整个这样子改变 然后串联起来 我相信 其实我 像我在英卫中 也是会指云城市卖市场 但是我不会否定他的努力 是的 我觉得最近真的是高雄有点在转股的时期 从以前比较工业的城市 然后到现在开始有先进的台积店 我有进去看 所以我相信他在改 就从台积店 然后到繁荣的Lalaport 然后到未来 我们现在在争取第一间台积店 桃园不要 我们还是在争取 我知道 我刚才有看你们开集结会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桃园 桃园那个 假设真的来高雄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只是水跟电这点 我们要浓定 高雄没问题 我跟他高雄现在已经找了 差不多120块钱 有啦 我们有紧 但是还有再生水场 对对对 还有电 其实我们都是南电北送 我们高雄电是 对啊 我是南部的议员 我们也要给电 给特别人用 我们高雄 自己用 绝对有够啦 当然我们要大家互相 我们有春 我们可以本台中用 但是基本上 高雄是没缺电 没缺水 我是觉得这种积极的做 我也是会让大家有感受到 那委员让我问一个 比较有政治的问题 第一个 你怎么看蓝白盒 因为像 以你这么资深的立委啦 你毕竟做了25年的 那个政治人物嘛 那 今年我们觉得是一个机会 是的 第一个 当然民进党有一些比较 那个 我觉得比较负面的新闻 我觉得大家都不能否认啦 怎么干啦 那今天 我们节目是录录的嘛 今天早上 有一位那个 原本也很 优质的立委 赵天龄 也是发生一些事情 那我们当然就期待说 一个政党轮替的一个想法 就是民主民主嘛 但你怎么看 你觉得蓝白盒有机会吗 因为我觉得 会破局啦 你觉得会破局喔 你看喔 柯文哲说 民调 不完就不用谈了 是 金普通说 民主主选 不完就不用谈了 是 侯友宜说 哈 我也愿意当副的 对啊 我觉得我也好有意见 你会觉得他很有诚意喔 但是他按流一个伏笔就是 他把50%的民主出选 50%的民调讲出来 这是前提 你如果有前提是50%的民 出选50%的民调 那我愿意参加 我也愿意当副的 那看谁高谁低 这50%的前提 都已经破局了啦 就是这50%的前提 可能就跟 柯文哲的前提是有递注的 柯文哲根本不要用这个嘛 尤其用这个我们 趋直算来 用这个可能 如果真的玩民主出选 好 柯文哲得1分 柯文哲得1分 柯文哲得9分 那他就文哲的旗 他要跟他 他要跟他 所以 我觉得 他们现在是在先拼先 就是说 可能很多蓝白都希望蓝白合 但是现在 我们很期待啊 真的 现在其实他们两个都知道合不起来 但是 他们都在做戏 就是说 看谁不要有诚意 要蓝白合 那蓝白合破局 是谁没有诚意 就是到时候没有合 一定要找到一个罪魁祸首 所以 你看侯友宇说 我愿意 我连当副的我都愿意啊 如果柯文哲你不要 那他就会推说 这是柯文哲不要的 所以这是委员的政治判断 我是觉得 最后会破局 最后会破局 但如果依照民调 民调 为什么我们会期待 就是因为民调的话蓝白合 基本上 我们会有一波的可能性 是 你这么讲我会接受啊 你就用单纯的民调 侯友宇不见得输啊 国民党就大胆一点 就跟他说 好不然纯民调 然后 谁当政谁都负都OK 侯友宇如果敢这么讲 可能会成功 是 柯文哲也觉得说 你如果这样子讲 有可能会成功 那侯友宇讲这个前提 就是说 因为这种生态 我侯友宇是一百倍贏的 柯文哲一定说 你说这个前提是没生意啊 那侯友宇说 我就愿意政府的 我是说大家 尽量你讲民调 现在我讲民主主席 现在讲一半就很公平啊 所以是你没生意啊 到最后就会互相推脱 哦 对啦 鬼人还是厉害啦 我会把我会把你今天的建议 传达给我们上面的老大 可是我自己 我自己是这样判断 就是说 我觉得蓝白河目前 我知道下一次还在讨论中啦 那当然什么样子的方式的确目前在 在 还在研议啦 但是 底层选民喔 会一直希望蓝白河 嗯 我觉得还是要归咎到 执政长真的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欸 其实当爸爸妈妈喔 真的很辛苦 爸妈妈一定有做不好的地方 当然要检讨 是 所以我一直在讲完好的 要热热 不好的要检讨 好 以前也做妈妈啦 对啊 啊你就一直做 对60分 打拼到70分 打拼到80分 结果 你女儿看到你有10分做不好 拿10分给你插 你女儿 你女儿 我的女儿你才会用这个态度对台湾 当然这个东西 到底他是做到80分 还是做到20分 还是做到60分 这个就不同的立场 比如说 民进党认为说 哎 已经做到80分了 那有20分做不好 我们要检讨 但是国民党啊 就拿针一直吃这20分 然后就说 其实我认为你只做40分而已啊 其实 应该是我们还有60分进步的空间啊 所以才会说 60%的人希望要政党能替 我觉得 这种的都是各有立场 各说各话啦 其实都没关系 就是说 我一直觉得蓝绿 就是互相尊重 比如说蓝色的一直讲说 啊我们希望政党能替 因为你绿色做的不好 那我们绿色的会觉得说 坦白讲 你从照顾年轻人 照顾小朋友 照顾长照 照顾教育 我再说一个比较简单 别人叫总统 我做立委第一次啦 嗯 你要申请好好教育经育 是 好好跟谁补助嘛 有很多嘛 那时候我一开始 第一年喔 下一步跟我说 一个立委五百万啦 类似配合款这个 对就是让你们决定五百万 是 是 我说你们现在是在pain in 我们一个混成就三十个学校 五百万 五百万分下去 一年 一年耶 喔 你看我现在喔 坦白讲 这几年来喔 是 我们每一所学校 平均大概都有三四百万 一间 喔真的喔 所以三十所学校 可能就申请一一 喔 所以跟当时五百万 其实差了很多 有时候 我是不好意思讲啊 就说哈 反正 这个东西都是用数据嘛 你看我们长照经费 所以在马上就总统 卸任之前大概有编五十亿左右 是 我们今年编六百五十亿 喔 所以整个预算规模不一样 那你长照 又这样 你看喔 我有时候说我 我现在等他说了吧 喔你早说了喔 我三个孙子 哎呦 放下来 我就说喔 我老大 孙子老大 一个月零五千 孙子老二 一个月零六千 孙子老三 一个月零七千 那一天赖青台跟我说 喔 你们这要领国家很多钱 她说对啊 但是这个钱是每个人都可以领的 是 这个是幼教经贵 以前也是幼教出身的嘛 嗯 你看 以前幼教经贵在马英九 总统卸任的时候 一年大概编了一百多亿 嗯 我们今年编了一千两百多亿 所以 这个当然就是说 蓝绿各有立场 我们也互相尊重啦 就说 我 我比较喜欢讲数据啦 就说 这个就是数据 大家都可以去翻 看我讲的对不对 嗯 这个就是 我们 总是当爸爸妈妈 都已经很努力做到 我认为说 我们已经做到八十分 但我们还有二十分没有做好 还需要再改善 这个我都可以接受啦 嗯 但是 我觉得 希望 我们正 我们都有这种 最好的 最好的 最坏的打算算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打到赢 这个就是我们 基本上我们的想法 就是 蓝的也努力 绿的也努力 绿的也努力 大家一起理性沟通 对啦 我觉得就是理性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 我可以坐下来访问许智杰委员 不会拳头印的原因 就是 委员他会很 平铺直竖的很理性的去讲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理想中的比较的政治 就我有我的立场 你有你的想法 但是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大家 重点是什么 我们两个 大家一起 为高雄努力 像委员也很 帮忙我的选区啦 这点我也直接讲 合法 那个我们合法工业区的消防队 那边工业区 像最近什么名阳大和 我为什么合法工业区的厂商 比较不会紧张 就是我们未来会有个消防队 那这个也是上亿的经费 去讨的是谁 是许智杰委员 是的 所以这一点是我个人也是 非常感谢许智杰委员的地方啦 那不管怎么样 不管有没有合 但是我觉得 许智杰委员的努力 大家可以自己去评断 不过我自己会感觉到 第一个凤山是有很明显的改变的 第二个就是 如果真的有大型的 像拉拉波进驻的话 带动整个高雄 真的很好 我觉得这是不分蓝绿的期待 是的 所以呢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不过我还是要祝福 许智杰委员 他可以顺顺利利 因为我们毕竟 我们还是有我们支持的人 不过我希望他可以顺顺利利 所以最后一分钟 委员给你麦克风 让你 谢谢 跟大家啃拖一下 谢谢雨仙 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祝大家身体健康 麻面春风 走路无风 事要成功 万事改通 我是高雄秀金公 现在又叫做三泉秀金公 因为三泉就是我们开很多苦心 用很多心疊 是 山顾茅如董事长 最后邀请他过来 凤山盖这一间超级大型百货公司 而且我再强调 它不只是凤山的大事 不只是凤山的喜事 它是整个我们高雄市的喜事 我们一起迎接 高雄北乘中乘南乘 我们的高雄中乘 红山尉母娘 欢迎大家 有时间一两个来 我们的红山尉母娘出头 哦 太棒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非常感谢委员 希望下次还可以跟委员继续有 访问我们来谈更多的政策 那我也希望说 这些热闹可以慢慢热闹到我们大梁民园 是的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上网搜寻 飞碟联播网 南台湾之声 YouTube直播 UFO1039 按赞订阅 开启全部的小铃铛 南台湾之声IG UFO1039 宇轩正轻松 我们下周见 拜拜 谢谢 拜拜